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现在是不是这个欧洲国家 开始觉得美国挺可疑的呢 像是法国 昨天我们才讲到说 马克宏觉得说 你美国不够朋友 你们卖给我们的天然气价格贵了四倍 这是一个盟友的态度吗 他骂完之后又换成他的这一个部长 就是财长也忍不住要咆哮 就说不能接受 美国你卖给欧盟的天然气价格 是自家的四倍 乌克兰冲突绝对不能以美国的经济统治 跟欧盟的削弱来告终 这难道是你美国的计谋吗 是不是发现得有点晚呢 再来我们看看现在法国 这个遍地这样子全部都是车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有加油站的大罢工 埃克森美孚在这个 法国这边的这个公司 他员工都在大罢工 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加油站油量告急 有些人有些报导就讲说 他们从晚上八点排到了凌晨四点才加到油 真的是扰民 那甚至还有设这个检查哨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是怎么样子 就法国的警方竟然 就还要设检查哨 要看看你的油量到底是不是 已经亮起红灯了 才准许你进去加油 所以画面上我们看到 到处都是这样子 大排长龙的画面 然后这个是检查哨的画面 就还要设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哨 来确认一下 看看你的油表如何 那让人家感觉说 这难道已经进入到一种战争时期的管制了吗 连这个加油都变成一个战略物资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顺序 要有一个检查的程序了吗 这是法国 这很难想像 法国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美国现在卖天然气转爆了 那可是包含了 像是我们刚刚讲到法国的财长也好 还有德国的经济部长也好 也都在大骂 他说有些国家甚至是友好国家 有时还会哄台价格 现在连德国都不敢讲出美国的名字 这是不是现在有一点恐怖主义的感受 所以美国的媒体政客他就讲说 德国总理萧茲 现在计划在11月3号到4号 准备去访问中国了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媒体在评论这件事情 就说现在德国要来低头了吗 现在发现美国不是朋友了吗 现在低头要来找了吗 所以央视也在敲边果 就说这个萧茲是反对与中国脱钩 那甚至还有今天最新的消息 中德建交 习近平释放了善意 就说跟德国的总统互质贺电 就说建交50周年的庆祝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萧茲内心的OS设计对白 我想回头了 我想走亲中路线了 我要走回梅克尔那样子的路线了 法国也是受不了美国了 受够了 你这不是一个朋友的做法 法德的觉醒 那另一方面 这欧洲整体来说 也看到了美国的奇怪之处 怎么说呢 他们讲北溪管线爆炸前 前跟后美国的飞机都在上空 而且美国证实了这个消息 美军证实说有这件事 那这是瑞典在9月26号侦测到 这个北溪水域上面 就是在水下爆炸的同一时间 从冰岛出发的美军海军的P-8A 海神号反潜巡逻机 正在飞越北海上空前往波兰 这很可疑吧 那美国海军的说法是什么呢 他说有这件事没有错 但是那架军机 当时是要执行 波罗的海的侦查任务 跟北溪管道的泄漏事件无关 大家听完真的相信吗 因为我们前几天 也有讲到这个新闻 是说他绕 就是沿着北溪管线上空这样子飞 有这么巧 就是我飞的时候 我还偏偏要循着北溪上面飞 然后还说跟北溪无关 那再来丹麦的广播电台 他们讲说 其实在波罗的海上空的航拍发现 这照片也发现到说 美军的这一个保罗一格纳修斯号驱逐舰 也在靠近北溪一号跟北溪二号 是不是也是在这样子 就天然气泄漏的地方正在巡航 所以从空中也好 从海上也好 美国你在那干嘛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再来我们看到塞尔维亚跟匈牙利 他们就在讲说 现在也要向俄罗斯 要拉另外的管线 要来规避欧盟制裁 因为欧盟动不动 见不得别人暖 所以现在就是想说 你要拉管线不可以 你要跟我们站在一起 一起感受寒冷 欧洲现在开始还要强埋起 中国的电热台 彩虹集团九天上涨了80% 欧洲议会的议员甚至在讲 就是美国根本是在利用俄乌战争 来巩固他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那更不用说英国 英国现在简直是一团乱 他乱源在哪 就是特拉斯 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英国的媒体 在讲到特拉斯的时候 都已经不是在讲他政策 都已经开始在对特拉斯 做人身攻击了 讲些什么呢 讲说这是失智版的柴契尔夫人 甚至民间还自制这种小游戏 说要操控特拉斯捷富济贫 大家已经是受不了他 所以才会开始用这种 揶揄的方式 那这个英国的在野党 也是捡到枪 就说看起来有望可以扭转情势 因为特拉斯真的是做得太烂 那看到很多的这种 经济情势的一些数据 小摩在讲说 现在英国的政府 现在目前特拉斯一上台 经济就已经动荡的不得了 国债又崩盘 他们央海还被迫要出手来救援 甚至他们连九月份的 食品杂货类的通膨 都已经飙升到13% 那所以现在看到 这个英国的银行经营者就讲说 这个英国现在正在拖欠 抵押贷款的人 只有不断不断在增加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我们首先问杨老师 其实不只是 法国的财政部长 或者是德国的经济部长 抱怨说 从大概今年开始战争开打之后 其实来自于俄罗斯天然拐线的气 已经远地于来自于美国的LNG的 异化天然气 光是在九月 其实已经超过70% 美国对外的运输的天然气 都是往欧洲去 那个最有名的美国的大的石油商 Exxon 有没有 它第二季 去年第二季获益多少 你知道吗 48亿美金 今年180亿 翻了又翻 它几乎赚了四倍 绝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天然气 输往欧洲 而且马克宏总统亲自在 就是法国的一个企业参会里面 就是讲 谢谢你们给我们能源 但是你不能卖到你们 这个本土的四倍之高 赚这么多钱 我这个要到G7去 跟大家好好谈一谈 他已经明确这样讲 这是在上个礼拜的事情 四倍将近 因为他大概一船 这个LNG的这个就是天然气 大概成本是6000万美金 可是他到就是欧洲的时候 抵岸的时候 大概算是差不多2.6 2.7亿美金 这样子来计算 所以你知道差多少 将近2亿 如果扣掉其他 起码将近1亿5 一船赚1亿5 那这个完全不是正常的 就是说的这种 这个人运送 或者是说这种获利 这根本就是战争财 为什么欧洲人要付 给美国这么大的这个钱 美国当然想 我在乌克兰花了660亿 那我从哪里要回来 乌克兰短期内又不会 偿还这个债务给我 对不对 当然要你欧洲 因为我是帮你欧洲 守住的最前线 对不对 拉夫罗布都说了 美国其实这个参战 老早是事实 当然他不是用一兵一竹 去参战 可是他已经设立了 在德国美军基地里面 设立一个指挥部 就是整个在指挥 整个乌克兰的后勤训练 以及各国提供的物资的协调 这个指挥部 老早已经存在 在美国的 德国的司令部当中 所以整个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 到底德国 整个欧洲 要付出多少的 这样子的能源的代价 来去参与到这个战争里面 人民已经开始 做强力的反弹了 许多的国家开始在 教人民怎么样去度过寒冬 英国甚至说我们开放图书馆 你晚上没地方去 你就来这边图书馆 意大利说多砍一点木头 德国人说 就洗澡时间短一点 居然有这样子的说法 黑暗的冬天 已经在欧洲蔓延开来了 我们来问一下博士 我从军事上先讲一下 P-8A反潜机 我们台湾有P-3A 比较旧型的 一般的反潜机要做的工作 就反潜 看水下有没有潜艇 它不是只有看 它有攻击潜艇的人力 所以以我们跟美国买下来 他们要淘汰的P-3A来看的话 它上面有所谓的飞弹 弓箭飞弹之外 对反潜的部分 有最重要的 有深水炸弹 有鱼雷 一般来讲 反潜机还可以布雷 布水雷 对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来讲 它在 最近资料越来越清楚了 它的深度大概在 50到80公尺之间 就是被炸 有漏气孔那几个地方 50到80公尺之间 这个是深水炸弹活药 很适合的深度 比如说如果真的 有这么一个讯息 P-8A沿着 北溪拐线走 天空这么大 它非得要沿着线开 对 是不是它在沿着线开 在后来所谓的漏气点 泄漏点 它就丢下了深水炸弹 甚至也许它可以用 发射鱼雷 去水底做精准攻击的话 它嫌疑还真的不小 但是旁边又有一艘驱逐舰 一般来讲 我们在反潜作战的时候 驱逐舰所担任的角色 是在后面再做战场评估的 评估就是说我们这边 譬如说P-8A 做了反潜作战之后 驱逐舰在附近评估 它的反潜作战的成果是什么 所以他们算是联合行动的 看起来是很像 我是用现有的新闻来做解说 刚刚杨老师提到的就是 就是马克文我讲的 就是卖给 就是美国卖给法国的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 是美国国内的四倍 其实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跟美国买的是多少价钱 我们三阶 二阶 一阶 我们也买天然气 我们有没有买比较贵 其实有机会去追踪一下 观众朋友也会想知道 那我们可能会被官员骂 明代直询都会被骂回来 但是不知道 我想讲的是 其实我们老百姓有资的权利 在全球油价这样 天然气这么动荡的状况下 我们台湾到底怎么样去因应 这些国际的情势标准 其实老百姓是应该要知道的 也许因为现在这种有补贴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 还有比较好的油价可以过日 但是其实我们有资的权利 对 这都是明指明高 我们的纳税钱 来问一下左老师看法 好 我认为这里头比较值得 我们关注的是 德国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电视墙上讲到这件事情 因为德国将会 德国总理萧姿将会是西方领袖 在习近平 就是在今年的二十大之后 第一个访问北京的西方领袖 那么他也象征着 德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在讨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来 他要修正他的这个 他是不是要修正他的这个 中国政策 他可以说是要提出一个 具体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现在大家关注到 德国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 大概很多人都会注意到 这个汉堡港口的收购的事情 因为中远集团 中国大陆的中远集团 在去年宣布要收购汉堡的港口 其中的一个航站 那这个 其实汉堡当地 汉堡港跟汉堡市 都希望这个收购案能够成功 但是德国政府里头的 部分的官员 最主要是代表绿党的外交部长 跟他的副总理 其实都反对 他们希望政府 联邦政府能够否决这个案子 所以这个在德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形成一个很大的阴霾 就到底这个收购案 最后能不能成功 那这个也反映了德国 在对于中国政策上 他其实目前是一为两可 目前还左右摇摆 那我认为萧之的访问 会代表德国对于怎么样 面对中国大陆 他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这个方向 是一个修正的梅克尔路线 第一个 这个延续梅克尔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他反对脱钩 今天的这个环球时报 也特别报道了萧之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德国跟中国大陆 还是非常好的经济伙伴 这个关系是双方互利的 德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么对德国是有利的 那同时萧之也会扩大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最主要是在气候议题上 因为德国目前是G7的主席国 他希望推动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气候俱乐部 这个气候俱乐部的概念 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努力 去进行减碳 那么你有这个国内 有碳定价的机制 你就可以加入我这个俱乐部 那么只要你一旦加入这个俱乐部 关于碳的碳排放的 相关产品的关税 就可以免关税 那最重要的 他希望通过这样子一个俱乐部 来对于其他国家 如果在减排上不采取行动 他可以共同来制裁 所以德国当然希望中国大陆能加入 而且这个对于德国的中国政策 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最反对德国跟中国大陆 发展经济关系的就是绿党 那么而绿党最关心的是气候变迁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合作 是有助于化解绿党对于德中关系 发展的一个阻碍 那当然我讲 它是一个修正式的梅可尔路线 因为它还有修正的部分 修正的第一个就是 它强调它的这个原物料 或其他的进口品的来源 要多样化 以缓解 如果因为中国大陆跟德国关系 发生一些变化 它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 经济上的一些挑战 另外一个就是 它也提到了维吾尔的人权报告 它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采纳 这个联合国通过维吾尔人权报告里头的建议 所以我想那个 它可能还是会说一些这样子的话 来展现德国的立场 但是它的主轴 我认为还是要跟中国大陆 继续经济合作 对 现在看起来 也只剩跟中国大陆 赶快再沟通一下 讨论一下 恐怕才能够让这个欧洲 走出目前的能源危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加充煩 小语 1 3 感谢观看